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因为降闷嘛 所以后背也觉得确实发凉 海边这个湿气比较大 坐在这个地方 确实我感到一种后怕 后怕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从美联社为商务文学定调子 画矿子开始 西方接触中国 通过接触式遏制 来准备让中国历史轨道改弦更张 把革命错去 把中国人的自信打掉 那个时候他们是以 是以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 来来来 我给你钱 来来来 我告诉你 普世价值什么样 是以这种面目出现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自觉 更没有文化自觉 我们稀里糊涂了 你能想到是美联社 给中国商务文学定调子 以至于像这个龙新华 那么幼稚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作品 跟作文一样 居然就成了几十年 中国文学的描述 乃至中国文艺作品 一个总的框架 直到今天呢 鱼音绕梁 三十不绝 三十年不绝 西方欣赏中国的艺术家 挑什么样呢 挑那种隐形背叛者 挑什么样呢 挑解构中国文化最卖力气的人 挑主动迎合西方的 挑专门能够把中国 边缘的历史的丑陋的落后的这种的残酷的这种的文化 描写成中国特色的那样一些作家 也就是骂中国骂的最恶心的 骂的最狠的 骂的跳高最厉害的 把自己老妈都能写成淫荡不堪的那种人 给你大奖 大家知道 莫言老师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之后 莫言一直保持必要的低调 我认为莫言老师保持必要的低调 因为什么 因为莫言老师他做过中国人民警方军 他知道呀 他那个东西能够让西方获奖 并不是因为莫言写得最好 写得最有水平 不是什么艺术性问题 甚至不是你马字马的技巧问题 而是你在价值观上 意识形态上 甚至在地缘政治上 你正好符合马月然他们的需要 所以 你莫言也不能不去领奖 莫言去领奖的时候 也尽可能把话说的含糊含糊含糊 再含糊 但是莫言此后是保持的必要警惕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 我说莫言老师啊 有没有可能现在 用您那生花妙笔 老讲高密 你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年辉煌 你写下这个有什么不好的 哎 几乎有一个人留言说 说司马那你胡说什么的 如果你要这么 莫言要真这么写的话 莫言的讲说 你会被人家收回去 他也不见得收回去了 但是你知道缅甸有个老太太 昂山素季 她诺贝尔无和平讲啊 但是呢 昂山素季在那儿呢 闹街头革命 闹颜色革命的时候 西方一片赞美 那是个女神 等到呢 昂山素季呢 闹出了地位来了 开始执政呢 他一看中国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邻居在旁边 是真心实意的帮助缅甸人民的 所以昂山素季又开始顶门过日子 开始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他知道中国是真能帮他的 美国 美国一个子都不扔的 所以昂山素季 有了密点态度 几次来中国和中国关系 寻求稳定发展 这个时候昂山素季的所有的光环 被西方的涂抹的一片黑 并且把他说什么博士学位 什么那本和平奖 往回收 因此拿莫言和昂山素季 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做一个比较 我们就知道 边琴老师讲的太深刻了 那就是西方有一个总的套路 总的阴谋 对我实行文化殖民 而我们很多人 包括体制内的很多 分管这个方面工作的若干 大人物 大官 脑子不清楚 脑子糊涂 糊涂还好的 更怕的是 有的人自己已经被人家呢 被人家洗了脑了 替人家数钱 其实是被人家卖了 被人家卖了还替别人数钱 关于这件事情 陈现一先生 我军的著名的文艺评论家 讲得很清楚 说他自己这些年 他作为解放军报的文艺部主任 文化部主任 亲历文化软冷战 冷战结束了 但是人家在文化上试图呢 彻底解构中国 打败中国的时候 这就是文化软冷战 编清老师 关于西方文化殖民 这一系列的 这个文章的书籍 最近 很多人在找来读 确实应该好好读一读 我们脑筋应该好好清醒清晰了 你就不想想 为啥 我们的作品 这些年来变成 从最开始控诉几年 控诉某一段 到控诉整个历史时期 到控诉前30年 控诉百年 甚至控诉整个中华民文化 为什么 为什么你描写中国人 把中国人都弄得丑陋不开 变成了神丑大比拼 那为啥 一句话简单说 你不把中国人写得很丑 很恶 很刁蛮 很野蛮 很残酷 西方就拿不到奖 西方掌 某种程度上 是掌控了关于中国人的文学作品 塑造什么样的人 文艺作品 包括绘画雕塑 塑造什么样的人 这种审美权 这是问题的严重性 标准 不是说制定标准的人 拿商品生产来说 制定标准的人 那是最高的 赚最多的钱 边青老师 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 他谈到马月然到中国来 马月然 那个瑞典的文化官员 他怎么拿到审美权 像一个文曲星下凡一样 像一个自天外来客一样 在中国遭到那样的追捧 因为他手里有钱 我跟你讲 我跟你钱 好 我们那些创作者 就说 好 他说 他说他们家很苦 死了个人 所以我就获奖了 好 我们家更苦 我们家更残酷 我们家更丑陋 我们家死人更多 我们家软埋 知道吧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甘纳电影节 你以为甘纳电影节获奖 那个东西 真是和西方的标准 一样 所以跟你获奖 人家是单做了一个场子 这个场子是专门 针对中国的这些电影工作者的 跟你讲 跟你讲 跟你欠 跟你讲 为什么跟你讲 因为你是你们的 体制内的一个隐形的反叛者 那一些东西在西方是不宣传的 在骨子里 边青老师说 他在法国社会 边青老师语言没有障碍 人家法国那些 文化大家 对于从中国来的那些 甘纳电影的 某些获奖者 我必须讲 某些负子的话 一杆子打发一串 人还得了 是极度鄙视的 这个信息是封闭的 类似于当年 袁克定骗的爹 全民都拥护 四万万同胞 都要把袁世凯 推成红线皇帝 那袁世凯说 好吧 那既然大家都这么 要我做皇帝 我就勉强坐一坐吧 八十一天 挂了 信息封闭 嘎纳的特殊的奖项 针对被征服国家的 那些特殊的奖项 是只针对那些 得意忘形的 自以为得到西方欣赏 以为自己的 投入西方 未来色海洋 然后畅游的 那些个别的中国人 西方那些文化集团 西方那些资本集团 对中国社会的把脉 按照编辑老师的说法 远胜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像马月然这样的人 马月然们 他们不但把中国整体 透视一边了解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们能够把五文 五脏六腹 全CT化 全CT化 全这个合词共振化 对吧 不但有全局的了解 而且还有细致到 每一个人人头 可怕吧 细致到对中国的文化圈里边的 每一个人头的了解 所以编辑老师呢 他对这个问题 谈得非常深入 像汉学家 汉学家 还拿马月然来说 马月然是文化官员 但是你知道吗 他有另类使命啊 另类使命是干嘛 干啥呢 就是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 兼做 于情 正情的情报搜集 于情 就于舆论情报 政治情报的搜集 在这个同时啊 还要挑选 安插阻子 并且呢 他服务不一定是瑞典政府啊 遥远的北欧小国 何必把手伸那么长 伸到中国北京来吗 不 这第一板子擦边球 他们选中的啊 选中的这个中国的这些人 人家是经过非常审慎的 仔细的谋偏布局的 比方说 改开之后 西方吹捧的第一个中国人是谁 是钱忠书先生 钱忠书那儿撬开缺口 那是个起子 就讲钱忠书被你们埋没了 为什么讲钱忠书啊 因为钱忠书确实有学问啊 把钱忠书先拿出来 把它塑造为辉煌的榜样 什么作用啊 严谨老师说 一石二鸟啊 首先 钱先生真有学问 且学贯中心 对吧 第二 你和钱忠书交往啊 在中国人眼里边 便通过了资格考试 你看看西方汉学家 人家推崇的是钱 啊 中书这样的人 第三 你同时就拿到了汉学家 出入中国的 在中国上层社会的 这种通讯证 还有个第四吧 第四呢就是 给中国文坛 中国文坛呢 在建国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 力比盛行的某种 那文艺路线 画出了一个拐点 说风本来是这么刮的 结果呢 一吹捧前中书 一推崇前中书 东风改西北风 改 改风向 而且风向呢 你觉得很像是一种自然的风向 不像是有人设计好的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错了 是有人设计的 你知道 我们的文坛呢 左翼 文坛左翼 甚至在上海 在蔣管区 在老蔣那么严密的文化特务的统治之下 都是呢 东风压到西方 那么一大批的蔣管区的文化人 想往中国革命啊 想往圣地延安啊 想往中国人不被欺负 不被压迫 像人一样活着 所以那些有良知的中国人 在地固里打进来 在八国联军 在英法联军 在日本地固里打进来 中国人呢 鸡贫鸡弱 活都活不下去 亡国灭种的那个时候 但凡有点良心 那个时候 倒发出懦吼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昂扬的调子之下 全民抗战 其中一部分人 在爱国主义基础之下 有了建制 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学习马克思主义 心悦诚服 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讲管区那时候 很多人都在读字幕论 读论词九战 读这个毛主席的书 知道吗 共产党的影响 那时候在讲管区 尚且都是这样的 所以文艺战线上 左翼东风压到西风 1949之前 共产党怎么得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心就是政治 你不得人心 不得人心 你再有权力 再有枪 有炮 老强 八百万军 而且美式装备 怎么了 不到三年 打垮了 为什么呀 成建制 成建制 成团 成林 成营 成军的溃败 然后呢 把领章冒回一丝 就变成八路军 就变成人民解放军 知道吧 所以这文化的问题 不是一个虚无的问题 一帮小资物里谈文化 不是的 它是政治 是人心 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 1949年之前 既然呢 在文化领域当中 已经是东风 压倒西风 这和西方的资本集团 西方的帝国主义集团 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 因为极右势力 就是这个反右势力 在世界范围内 挂起的这种反法西斯 左翼的思潮 密切相连 编辑老师说 有没有注意到 那段时间内 有一批欧美的左翼记者 集中到中国来 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州 争取自由 独立民族 解放的战争 和西方的那些 左翼思潮 是密切相连的 所以那段时间 一大批欧美的左翼记者 埃德加斯诺 安纳路易斯斯特朗 这马海德 一大堆的人到中国来 在那之后 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大家可以回忆这段历史 这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来理解中国革命 和世界革命之联系 也可以由此生发出 我们对西方文化 对于我们的殖民渗透 这件事情的关系 很可惜 没有人从这方面做文章 编辑老师认为 这叫调动左边的敌人 也与中国人 30年代起反抗 日本侵略之后的内战 其实内战 某种意义上 是一种代理人战争 1940年之后 不得不反抗西方军事围堵 1949年之后 新中国成立了 美国 那么多钱给老蒋 老蒋 蒋曾孔臣 把军费都给贪污了 四大家族 美国人气疯了 老蒋 你扶不起来 老北老蒋 你注定失败了 台湾 你滚 你离我远点的 抛弃 不要 但是对新中国封锁 围堵 更何况 接下来又一场朝鲜战争 所以呢 西方军事对中国的围堵 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一直处于战乱 动荡 抗争 挫折 围困 这种条件之下的 新中国要得以牺牲 西方那时候是不踩我们的 是不踩我们的 那我们只有一条路 怎么办 我们只有一面倒的政策 文艺所义思潮占上风 今天又反过来了 单向倒向国民党 大家知道了 都是自己人 倒也无所谓了 偏偏呢 就是倒向外强 新主子不但有钱有势 而且会做工作 而且已经风卷残云 扫荡了整个文艺界 文艺界啊 这样下去 天将归谁啊 问号 这么大 问号这么大 问号硕大无比啊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 就有了这么一种苗头 这么一种趋势 真看清的 如这个边勤老师这样 看这么清楚的人 真是不懂 改革之初 革命几十年形成的英雄主义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风 被人家骂作僵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拐点 西方人家对中国实行 殖民文化 就看到了中国改典 就发掘了一些典型 比方说这个时候 前中书的长篇小说 《围城》就被递漏出来 后来排成电视剧了 很多人其实不读书的 看电视剧 看《围城》 前中书长篇小说《围城》 他创作于抗战结束前后 这个书塑造了一个颓废的英雄 陈道明演的角色 颓废的英雄 正好与四十年代 与其后的政治局势 中国走向不相吻合 这个作品其实就文学性而言 当然很强 但是这作品发表之后 一直就没有说到应有的肯定 他不能肯定 他和四十年代之后 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走向不吻合 一个颓废的英雄 和一个昂然进取的 中国革命的洪流 怎么能吻合呢 当然不吻合 但是这个时候 人家把前中书拿过来 高高的举起来 好 单把这部作品拿出来 加以弘扬 幽默 英国真是幽默 这才叫文学 应该这么说 编辑老师认为 时代很少提供公正的奖赏 而往往只挑中他需要的才艺 这话很深刻 大家细琢磨 对吧 这一个真实的 注意啊 对中国的文化渗透的四步期当中 只有头一次是时代欠账是真实的 编亲老师也认为 时代欠账 有这么一回事 欠债 欠债 兄弟 我在英国的时候 正好被用来的 从既有文坛手中 一举拿下审美权的味道 又大批 未能及时转向的 又不得不转向的文人 就这么被时代抛弃了 所以中国社会 由于上层建筑的 无头无脑 这话说得罪人 但是说了就说了 中国上层建筑 有一些人无头无脑 总是酝酿成一个暴烈的短代 于是呢 树立高大权的英雄 那样种创作倾向呢 也是一些人有点腻了 所以一下子就滑入到了 实行的 实行的 卑贱的小人 兄弟 我在英国的时候 这个是陈大明演的角色 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呦 完美呀 绅士啊 有点小脚侠呀 哎呦 很聪明啊 哎呦 克莱登大学毕业 那个假学历呀 哎 但是大家不妨 知道吗 就是因为对高大权 那个东西有点腻了 因为过去的 我们这个拼盘里边的东西 全都是一种东西 编辑老师认为 其实僵化的文坛 出现一个拐点 不是什么坏事 啊 钱中书这个作品 给他应有的重视 也没啥 啊 还情时代欠 文人的账也是应该的 历史呢 总是要 要定时 定时要 要扑了扑了 是吧 大体有个均衡的 发展为重新肯定 钱中书这样的文化人 啊 这样的作家 本来啊 应该扭转 文坛因为革命文化 狂飙突击年代 那个时候 革命所造成的 过度的底层文学 和文化荒芜 我还没有这层 这编起老师的认识 我对这个认识不太深刻 我不认为这话 说的是很完成 但是中国文坛和西方文坛 追逐国际文坛 我们过去啊 在救亡嘛 救亡压倒一切的情况之下 文艺为工农兵嘛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那你追逐国际文坛 和你这个中西合璧的西方文化 对中国影响的知识分子 内部的带有狡邪的 然后什么英国绅士幽默的 这种小众的东西 确实我们过去重视不够 也没有必要 没有可能在那时候 给予特别的重视 没有几个人兄弟 是我在英国的时候 你在英国我们都没待过 我们连小学都没读过 我们是一个文盲的社会 但是既然已经到了80年代 这个事有一点找补 可以理 这个吃香的喝辣的群体 这个吃香喝辣的群体 从当时中国经济水平看 是世界上最受呵护的作家群体 中国有一群这样的作家 有一群知识分子 他们精神上有这种需求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种动物叫作家 这种动物呢 他无论他干不干活 一辈子拿钱 一辈子拿钱 国家一辈子养着 甚至有人写反动作品 比方说给土改翻案 你照样养着 高级干部 还当地方作协主席来 对不对 这种备受呵护的作家群 在世界上很少有的现象 即使你像欧美那么富裕 也不可能不让人家作家不干活 一辈子一部作品 玩一辈子 然后终身发放工资 哪有这种事 这些作家当中 按说那你是体制内的作家 理所当然应该维护这个体制 但是不是里边反叛者 有反叛者 有胡来的 受过高等教育也不多 熟练掌握外语的也没几个 那这些人就这么养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像钱诚书这样的 人家挤门外语 讲得很好的 我们把这样的作家来推一推 有什么不好呢 没什么不好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局面呢 本来是体制内一手推的 只是没有想到 只是没有想到什么 无头无脑的一群人受其他的势力的操纵 也同样容易 一主啊 主子 一主过程齐确 事实上 除了钱诚书本人 没有受主若惊 我们有些人确实在这里边 发现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这个机会就是我主动去扮演一个棋子 迎合西方对我们的知名化 具体这么说 下期再见 感谢收看 再见